大家好,我是老默 最近好多朋友说自己在捏包子的时候 总是封不上口,捏出来褶还不好看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用我的手法,咱们究竟该注意哪些地方 才能让它的褶皱变得更好看 捏包子要好看 咱们前期要做到的就是要把面团揉光 下好的剂子,大小一定要均匀 这两个问题不注意好 咱们后面在捏包子的时候呢,上面比较花 再一个呢,咱们捏的厚度不一样 它这个褶皱呢,宽度也不一样 很容易出现咱们蒸熟之后没有褶 也会出现蒸好的包子顶部开裂 当然不止这一个原因 比如说面干,或者是咱们在包馅的时候 这个馅汁粘到了边缘 咱们蒸好之后呢,它捏不住就会爆开 所以咱们要想把包子捏得更好看 不容易出问题 咱们前面这些小问题呢,一定要注意好 咱们再来制作就比较容易 下一个要注意的点呢 就是擀包子皮 很多朋友擀包子皮呢,就是很随意 擀一下就OK 如果说咱们擀的时候不匀 有些地方厚,有些地方薄 咱们捏好的包子褶呢,就不一样 很多时候上面容易堆面 还会出现捏好的包子褶 有些地方深,有些地方浅 咱们蒸出来之后,有些地方显现不了 有些地方呢,就特别明显 主要就是因为咱们包子皮擀的厚度不一样 在捏褶的时候呢,这个力度自然用的也就不一样 所以要像包子褶好看,擀皮一定要到位 接下来每一步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看 咱们在捏包子之前,放好些之后 第一褶起步非常重要 就跟咱们农村盖房子一样 地基打牢,这个房子呢就结实 然后咱们在捏的时候如果手上黏,稍微粘上一点干粉 然后抹掉,再来捏,它就不会粘手 后面的褶就要跟第一褶完全对齐 这样捏出来的包子褶,大小基本保持一致 捏出来自然会好看 假如说咱们在捏褶的时候不按照这个规律来走 很多时候呢一会儿大一会小 这样咱们捏出来的包子有些地方呢褶比较深 有些地方比较浅 咱们蒸熟以后一半有褶,一半没有褶 大家可以看咱们捏好之后呢 这个包子褶基本差不多 然后最后封口这个位置呢 必须把咱们捏过的面全部给它树立起来 这样咱们在捏的时候上面就不容易对面 所以大家学我这个捏法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把上面这些面一定要提上来 这样它才不会扎堆 另外大家还要注意 用我这个捏法之前 大家一定要记住 咱们放完馅之后呢 这个边缘一定要留出捏褶的位置 这些位置就是咱们捏完褶之后 在最后封口完全给它提起来的地方 这个呢就是一个基准点 只要你能够把这些位置提上来 它基本上就不会出现对面 上面的面皮呢就会很薄 而且咱们封口也特别容易 咱们这样捏完之后呢 这个包子基本上所有的地方都是正的 该圆的圆 顶部呢就在中间位置 咱们再认真教一遍大家 咱们把这个馅放到中间 然后留出预留的位置 捏第一褶的时候 咱们左手稍微轻轻的挤一下 像这样给它捏住 这个褶的宽度呢 基本上在0.5毫米 基本上保持一致 像这样捏下去 大家看画面中这个地方 一定要给它捏下去 这样咱们后面再捏的时候呢 就比较好捏 省得所有的面都堆在一块 咱们捏的时候呢就比较厚 如果咱们不想把它捏下去 也可以 咱们稍微往里多深一点 让它变扁 里面就形成一个屏障 可以封口 大家看 咱们这样捏好之后呢 上面这个边上的面 起来了 咱们直接像这样一捏 这个口就完毕了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 如果自己有德心应手的手法 就用自己的手法 不要去完全的模仿别人 宁愿自己制造 也不要去刻意模仿 这样咱们做起来也会比较顺手 捏包子自然问题点就会比较少 捏出来的包子呢 也会好看一些 好了 今天的包子手法就说到这里 如果说大家想多练习 就对着多看几遍就OK了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